哎呀 都是重病啊 哎呀 哎呀 我是幫我先生問的 七十一年屬住老男 他 本來是皮癌 現在轉去了末期的皮膚癌 他是否要練多少大小公子 七幾年啊 七十一年屬住 我告訴你啊 他 比較麻煩 他身上有一個 很 很難講 你不要介意 他可能是他前世的 明白嗎 他身上有一個才年輕漂亮的女孩子 死掉了 在他身上 我不知道是誰 你可能想得出來 也可能想得出來 我告訴你 一直拉著他 聽得懂嗎 他現在 我告訴你 鼻炎是開始那個靈性症 在他的鼻子上 後來到皮膚癌 是因為他 他身癌症之後 他有一段時間不知道 還繼續吃了很多活的海鮮 慢慢地 擴展到皮膚了 本來就是皮癌 明白了嗎 現在轉移到皮膚 但是皮膚癌是沒有問題的 他真正的致死的問題 是他的鼻子 鼻子裡面這個地方 明白嗎 現在呢 實際上 他兩個鼻孔啊 基本上互通的 對 還有 我告訴你 這個靈性的兩個腳 揣住他的鼻孔裡面 使勁地往裡面揣 就是往裡面踩 所以他這個鼻子啊 抽 經常會抽 明白了嗎 明白 沒有感覺 但是 一直流鼻季 還有 身上的皮膚 並不是全部都是癌症 是有頸部一塊 是有皮膚癌 聽得懂嗎 這個沒有關係 皮膚癌 可以 切除 但是鼻子上的 那是治他的命 現在我告訴你 叫他先把這個女的念掉 不管是誰 這個女的 首先先要念 108張小黃色 108張 嗯 如果 我現在告訴你 他現在講話 都不大能講 對 不能 不能講話 他現在講話出來 因為我從鼻子不通吧 所以他用口腔幫不了聲 但是 海黨可以讓他發一點聲音 因為幫助 因為讓你們今天來了很多 還沒有念經學國的人 讓你們知道一下 我可以讓他發一點聲音 明白嗎 你比他說 我問他幾個關鍵的問題 你願意不願意 還這個女的帳 你是願意 你就說是 如果不願意 你就說不是 好不好 你說吧 是還是不是 好 這是一句啊 我們知道他接下來 還要聽不懂 實際上 我現在在幫他 塗鼻子呢 接下來我們 108張小黃色 你念不念 清楚了嗎 你學國 你到底學不學 如果你學的話 你就有救了 你學不學 就是像人家傻子很低的 學 學 學 聽得懂嗎 我告訴你 你以後 我不要再去講他了 他心裡很內疚 他很痛苦 所以你要讓他 你看 他知道排檔 知道你在想什麼 因為你整天的講他講他 講得太多了 他受的惡氣也很多 所以我希望你真的不要講他了 明白了嗎 否則的話 他要死的話 他會回來找你的 你也活不成 你聽懂嗎 你要懂嗎 請問孩子 就是 念108張的小黃色 先念 把那女的抄不掉 然後要把病 全部治好的話 一千張小黃色 念了 一般 對 我可以告訴你 他現在死不掉 讓他活瘦的 那個女的現在不想讓他拉著 就是讓他活瘦 聽得懂嗎 他 年輕的時候很漂亮 我都看到他穿著一套 運動衫 運動褲 說不定是個體育老師 或者是搞體育的 他年輕的時候很漂亮 你聽得懂嗎 所以有很多女孩子喜歡他 他就自己不見面 做捏了嗎 聽得懂了嗎 你看你看他還想講話 他就不懂了 明白嗎 不要去 再講他了 那是過去 他已經是受苦了 明白嗎 現在讓他好好的 精神上去快一點 讓他好好念經 啊 好了好了 我請問他講 所以你看看家裡的風水 嗎 因為你多久之前 有一個師父來我家 看那個風水 講廚房的那個 很不好很不好 是造成他生病 然後話說 如果帶他這樣子下去 會立了一個都會走掉這樣子 嗯 我告訴你 現在廚房裡是有問題 這個師父講是講得對的 但是不是造成他生病的原因 明白嗎 你們家的廚房有一個人 形象很難看 兩根眼睛這麼大 我就不想這樣了 白的 透明的 明白了嗎 我現在把你家廚房看得清清楚楚 你家的廚房很大 你的家很漂亮 明白了嗎 怎麼 這風不要再繼續用他的廚房 不是不用廚房 你吃飯了 你在哪兒沒有包包 是說 要把廚房裡的靈性念掉就可以了 明白了嗎 好了 好了 請問他打拼問一個王人嗎 哎 沒時間了 後面他又忘記了 好吧 先幫他慢慢解決掉 他很聰明 他媽媽很清明 他一點都不少 明白了嗎 好了 好了 沒有人 請問他 會嗎 好 明了 我 沒有人 他沒有人 到哪兒 他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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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他沒有人